所以今天第二個層次 我要給各位看的是這樣一個層次 這是什麼層次呢? 就是有一個版面 你用你的滑鼠就可以寫字 但如果你今天是平板的話 其實就是用手就可以寫 滑鼠就是手 所以你用滑鼠就可以寫字 這要怎麼做呢? 今天我們一樣要有一個 Grabix會的去 有筆 但是我要能夠記錄一些事情 就是說你到底有沒有按下滑鼠 有按下的話我才開始畫 沒有按下滑鼠我不應該畫 那另外是到底我經過了哪些點 我應該可以把它記起來 那這裡我就用到了 我們上次跟各位講的資料結構 裡面的list 而且是半型的 list of point 點的 點的串列 那我們用這個來記錄滑鼠的回擊 那我一樣我在一開始 或者是在Pandem裡面去畫也可以 然後取得這些 在滑鼠按下的時候 我就把is must done 設定 true 然後開始加點到串列裡面 然後每次移動呢 我都再加一個點 然後去畫 然後發鼠起來的時候呢 就把它停止 點就停止 所以我放一個最後的點 放斷點 那斷點我們用負的表示 因為點座標不會有負的 所以你用一看到負的就是要爬斷點 為什麼要有斷點呢 你看這個3的時候不會有問題 但是 斷點的目的是 如果你今天寫一個4 那4有兩筆 如果你不用斷點的話 它會把最後 已經第一筆的最後跟第二筆的最前面點起來 所以你要放斷點 所以斷點我們就用負的點子 好 這樣大概了解 那我們就直接來做這個程式 好 那我把這個Vidia回來就 關掉了 建立一個新的專案 就叫做 Pent 畫畫的 然後呢 就這樣一個方方 然後 我們呢 不需要加任何連結 我們只是要做畫圖而已 好 所以呢 我們就開始 把這個 內容 翻進來 好這個呢 要放到陳詩裡面了 把這個放進來 好把這個放進來 然後 Initialize component之後 我們Q bar 就可以 G 給放上去 初始化 給G 接下來呢 在mouse down的地方 我們要放這個 mouse down在哪裡呢 mouse down 可以看到 你可以看到在這個 Fone的設計這邊 這裡不是有一個 閃電嗎 閃電的事件 這裡會有 mouse mouse click mouse down mouse down的這邊 有兩下 然後開啟一個 mouse down 的事件 那開啟這個事件 我們把程式放進來 我們把程式放進來 那接下來呢 一樣 mouse move mouse up 都是連續的在這裡的事件 所以呢 我們現在在這個事件裡面 剛剛已經用mouse down mouse move 滑鼠移動 的時候 OK 給點進去 接下來 滑鼠 上 滑鼠 就是放開的時候 給點進去 OK 那這時候呢 如果 滑鼠按下去的話 那 一邊移動 就要一邊加頂 一邊滑 那同樣的如果 滑鼠 已經放掉了 那就放個斷頂 上去 好 這樣子 我們建置一下 方案 OK 沒問題 那這裡 當我按下去 3 OK 寫4呢 沒問題 因為我放斷頂 OK OK 再加個1 OK 好 而且我們在做什麼 OK 那這個程式的原理稍微解說一下 前建立 畫筆 然後 如果滑鼠按下去那就代表要開始畫 所以我要去記錄滑鼠是不是按 好 那如果 滑鼠按下去的話 我就把 In the most down 這個 true 這樣這個 旗標就可以用來代表要數字 可以按下去 那 接下來我用 Point點A 就把 那個點呢 加到 Point Point就是這一個 點正列 好 那 所以他會加 第一個點上去 一個點 然後呢 他說每次 移動的時候呢 他都再加一個點 只要是 法鼠按下的時候 再移動才加點 法鼠每按下就不管 然後 法鼠按下 解移動呢 他都一直去加點 所以他點就會很密 那一直加點 然後呢 他就一直畫 一邊加就一邊畫 畫上一個點到這一個點 能不能了解 然後畫完 移動也在畫 然後起來 起來的時候呢 就放一個斷點 然後 把 mouse down 設成pulse OK 這樣就完成了 這個程式 請各位 試試看 把這個程式 做一遍 然後 程式碼已經有 所以 你可以參考一下 想辦法了解 他到底在做什麼 那我們 就 大概 今天的課程 就到這邊 試試看